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熊猫行,PleasePandas 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杜比中国 这是我们的新歌 我还蛮好奇 这个杜比音响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感觉前面是嘻哈在跟你讲话 突然疯疯在后面跟你讲 就是我们都围着你 转着圈跟你唱 现在我们都没有体验过,所以赶紧去体验看看 据说还是蛮正的 当然今天还有会有 乐品人还有我们的饲养员也会去哦 对 面对面硬碰硬一下 赶紧出发吧 我有一个董事方面的朋友说 我说我明天要去杜比中国 他说你去干嘛呀 我说我们现在在那边会做一小播宣传 他们有合作 他说那挺牛 好的,那我们进去 一会再见咯 现在我们已经到杜比中国的办公楼了 现在由他们的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去 嗯 我们已经到了 马上就要开始体验了 就感觉在这里不敢大声说话 对,因为等一下会 要学会享受音乐 凯瑟那个英文怎么读 Dolby Dolby 所以海外的是这样 我们可以指导一下 Dolby 那我们就是跟着 就是 努力的同事们 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就到了咱们的杜比实验室 刚才一路上就会有在 不知道什么样的感受 你自己的歌 这样的一个杜比的音效 充满了期待 期待吧 期待吧 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那我们先 先就是好好来听一遍 好 好 看世界说晚来 晚来 看世界说晚来 晚来 缓缓醒来 昨晚梦里你还在 晚风的节拍 突然间让周发 有什么感觉 有感觉 刚刚去金银歌 而且层次做的好多 对 我觉得合唱的地方 用这种特别的音效听出来 就层次更多 就感觉 这里有个人在悄悄的这边说 这边也在悄悄的这边说 很丰富 一会我从这边出来 然后一会封工从这边出来 然后电影又从这边出来 我常常这边 这两个杜是吉他的声音 就很重 这个全球声音乐就是这样 就是 以前我们东西都是在两个喇叭里面 就左右伸道里面 但现在 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 就是 你说的 就是不单是360度 因为还有上位 实际上是全方位的 这么一三位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的声音就领所有这些成员 就可以在空间里任意的去摆位 可以在空间里任意的去摆位 然后呢 包括这里面所有的这些 这些音色啊 这些吉他什么这些 这些所有的乐器 这些声部都可以 也都可以在空间的任意的去定位 然后也会去动 也会去运动 所以如果我们想感受 比如说 这些音乐是很早就开始的 工具搞的地方 全是做电影 全是做电影 你在电影里面看 地心引力啊 什么全力游戏啊 这些都是 做音乐差不多是17年18年开始做 就开始在音乐里面用 然后呢 真正能够爆发是因为iPhone 在去年做空间品 他这有时候 所以很多的 法语区的音乐 这些厂牌都开始 常识做 所以如果我们想感受 比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感受的话 需要有什么设备 或者说 你手机 首先最简单 就是那个iPhone 现在其实 在国内的QQ 然后会不会呢 是但是安卓手机 然后呢 苹果手机呢 就是iPhone Music 用任何耳机都可以 用任何耳机都可以 不一定用他家的那个 他家那个 你除非你想要那个 头部追踪 那你不用那个 没空想要的话 有任何耳机都可以 你刚才有感觉到 那个声音在游动 对 它的流动 流近流远 刚才芳芳那个声音 就从那里 转着圈儿在唱 我觉得咱们歌 也就听了两遍了 还真的感受受益飞行 我觉得耳朵怀孕的感觉 可以说的吗 听到耳朵怀孕 对 也谢谢杜比 让我们的歌之后的 更氛围感 更齿意 我觉得他放大了这个歌的 想调的东西 他的细节 然后更符合这个歌的特性 应该是晚安嘛 你仔细听最后一句 让鼎女耳边说完 最后一句真的亮点 真的亮点 大家一定要用无比音效 然后听鼎女最后的一句真的 一下子无无无世界玩 他就是听了听了想睡着 谁坐完呢 很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制作 然后也很感谢这次 邀请我过来做这次的试听会 那我觉得 辛苦老师 以后我们也会继续修更多 更好的作品 更好的作品 就是以后我们的下演员会来听这个 试听嘛 对吧 试听那个版本 是吗 对 你别吓他 你别吓他 那里 那我不怕 大不了就剪 希望大家喜欢 多多支持我 希望大家做一个 每天的世界都做一个好梦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吧 谁给他编 哈哈哈哈 我们故意让大家不看到喇叭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房间是一个 有点有点似的一个设置 就是实际上所有的喇叭都在 都在你们看到的那个 墙里面 还有这个墙的厚 它不是实际的墙 它是有一个暖包装 但是这个包括银幕和这个包装 其实它都透清的 包括天花板 比如我们说点4 上面是 你听到上面是有4只 4个喇叭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边做的 是一个实际上 是一个全景度比全新生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真正能够把 声音在一个三位声音里 或者给大家呈现出来 因为它现在左边这一排 它有128个 128个圈 代表的是128的声道 所以你可以最多有128个这个 这个这个送台 送到这里 会让它去随便随便的去运动 这样的话 我们的音乐创造的时候 就会 它的创造方式也丰富很多 你有无限的想象 这首歌其实做的 还并不是特别的花 它听众来说还是比较 就比较传统 但是你已经感觉到 跟那一张很大的表演 非常大的主要 可世界说晚安 可世界说晚安 晚安 可世界说晚安 晚安 全都是你的姿态 在脑海里无法离开 首先非常感谢杜比中国 还有大美德方 能跟我们这次机会 然后能在杜比群警生的这个环境之下 来欣赏《熊猫堂》之中的作品 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偏听旋律 然后比较重旋律 然后感觉这次的歌曲的旋律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包括主题和这个旋律都很集合 这回的歌 怎么样 感觉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音在里面 因为我平常听电音比较多 然后有些电子的元素 对 今天我听到熊猫堂的这首歌 我会觉得 从我单纯的一个听众的角度来出发 是非常的不错的 即便它的曲风和旋律 刚刚张老师也讲到说 可能它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 但我仍然能够感受到 杜比技术在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而且尤其是就是它这个空间音道法 就有一种让我感觉我在看现场 然后他们在现场走位的 然后看一个舞台的感觉 然后就是会有这种想象 对这就是 不比全景深跟我们带来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那我第二次听的时候 是全程是闭眼睛的 我会觉得 对我会感觉到大家就在我周围 就在周围跟我唱歌 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大家的 我觉得不管是rap部分 然后包括说声乐的部分 其实因为我去年 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 会感觉到他们是有提高的 对是 对这个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一点 谢谢 因为去年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厉害了 我喜欢熊猫团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 就是他们能够不停地运用新的技术 像这次运用杜比全景深的技术 以及包括呢 他们总是能够尝试新的风格 今天高二了 然后 所以你是逃课来的吗 所以你是逃课来的吗 对 这次可以放假了 上海演唱会 广州演唱会 你是跟着跑完了是吗 对我跟着跑完了 你没有谁去过成都的首唱会吗 本来就已经够不容易的 怎么能这么难呢 但是他们每年还在发歌 就是总让我一段时间会被震一下 一段时间会被震一下 就是你放不掉他的 关于这个线下活动嘛 因为要高中上学嘛 就一场都没有参加 那时都非常想来啊 因为就是疫情啊 就是 你们把我吓着了好不好 你们下车来的 你也不知道 我刚给别人讲 我说 我说他们今天有通告不来 我刚破音了 好大一声你看 就是每个程度都给大家推荐 就是我们自己每个程度 每个人推荐的一本领事 上面写的推荐理由 我们不是有入探的奶奶 我们现在还能记得自己 然后一句说的歌 还会有不知泰文吧 会有别的版本 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是Apple Music的终止用户 我知道现在很多新技术 在慢慢的就是 我也在看到很多艺人和歌手 都在用这个技术 没想到我们的新歌 也能有幸 就是用陆壁全景 来制作一版本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感觉像 就是比他们很近了 对比他们很近 哈哈哈 我是第一次尝试听这样的一个感觉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有些合作 希望可以把最 我们自己非常用心和努力的东西 给我们所觉得非常值得的人去拥有 对 好 今天就谢谢熊猫堂的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准备好了 3 2 1 完蛋了 完蛋了 以熊猫堂其实出道两年多吧 40多首歌啊 这个作品的数量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多了 这样一首单曲能保持这个 制作的精致的水准 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你说好多的大牌 它为什么 它不一定在款式上 它好多都是经典款 它不去轻易去动它 但是它对材料的这个选择 以及它的这个制作工艺 它非常非常好 好东西 你真正你摸到手里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我觉得这首歌用来做全景声 其实非常合适的 因为首先这个作品吧 它虽然它是有一点小动感 但是呢整体它还是比较强调 这个情绪化 一个氛围化的一个状态 这种情绪细腻的打控和表现 它其实很适合 就是通过我们对听觉空间的 这样一个营造 然后通过对一些这个声音啊 那如果我们在混音上 就是object 对一些声音的动作的一些设计 它的不同位置 以及它的这个声场 它的体积啊等等等等 一些的设计 然后让人产生这种 比较奇妙的感官上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整体的这个歌曲 它的呃 从企划 到这个编配啊 到整个的想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是符合的 它不是一个情绪特别的直给 特别炸裂的那种状态 包括他们演唱也是 它其实中间的这个弹性 它的控制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的收合 那么那么在这样一种整体上 是强调这种细腻感 这种这种很多的时候细微的变化 那其实我们混音上的这个 能够去创作的空间就比较多 其实反而那种就是特别造的那种东西 它在空间音频的这个创作的空间 它反而就创作的余地就不是特别大的 因为它整个都填的很满 我认为对于这些头像团体 或者说是多人的这种组合 全景声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艺术创作空间 因为什么它是N多人的 它是好几个人的一块在演唱 你说这个我一个人演唱 除非是我们就是把它就是 用这种浪漫化的这种方式去处理 把它这个声音 然后呢结向在不同的位置 否则的话它一个人的声音 它大多数它基本上它的声音的位置 是处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状态 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对吧 但是呢我们天然这个组合 或者多人的这个团体 它就有好多人 那我就可以模拟一个声场 或者是虚拟一个声场 这些人围绕着听众 甚至还有就是高低错落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它就天然就比较合理 我们的听觉的习惯 它必然会随着空间音频 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成熟 或者应用的越来越广 我们会越来越对 就默认这是一种正常的一种 这个听觉的形态 就像当年我们这个视觉 怎么一步一步从标清到这个高清 到这个4K到现在后来的8K 以及这个VR技术AR技术 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弊的 你眼睛看 看世界说晚安 这世界有些孤单 还不如梦里浪漫摧残 想要对你有感 银河心里的斑斓 就算还有些遗憾 也不太伤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